這個牛腿有奶香 很滑 它不是給牛腿釘給你吃 它是後面的部分 所以牛腿坑 最近喉嚨那一邊 整頓我最期望是甚麼 我看樣子很想吃 這個是牛生腸 各位,我是一輩子這麼大 未見過這種組織的內臟 真是興奮了,原來回來買啤酒 用微信支付我第一次 國際慣例甚麼都沒有 跟大家喝一杯 我已經約了安理哥 在這間大吉的牛肉公飯店吃飯 安理哥說這裏是他自己的私鬥 私心推介 牛肉不單是新鮮,質量好 還有齊了很多的稀有部位 第二間是永遠吃不到的 走 終於來到 上來上來古堂 你的秘密武器吧 你不是兇手嗎 對呀 你全埋好了 這支是甚麼價貨呢 台灣名物 台灣也有威士忌的嗎 對呀 曾經拿過世界最佳威士忌獎 這麼厲害 叫甚麼牌子 卡佛蘭 SINGLE MOG 對呀 有沒有講年份的呢 這個就沒有 它有些講年份的,很厲害的 我們就知道 剛才那些男人吃這些牛肉虎 衝口味 來吧,這個適合了 這個是清水牛肉虎 對呀 就這樣給你滾水 新鮮才敢這樣做 不清筍 現在擺明拿醬牌帶你們一起出來滾 滾 10個男人9個滾 對,有一個在等 有一個在想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點東西 好 你先看看餐牌吧 整個餐牌只有15樣東西 叫了 還有一個隱藏菜單 是嗎 叫甚麼 你猜不到 不告訴你 就是餐尾才吃 對呀 這隻不錯呀 入口很純的 現在還沒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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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都不會說很接近 現在我們喝到這種香氣和酒質 你在蘇格蘭 你就真的要用7、8、9年時間才做到的 但台灣因為天氣熱 當地氣候和濕度都不同 它可以是三年就做到的 卡夫蘭有不同的系列 有些真是一般的 有些更深色一點 好像更濃一點 但我受不了,不喜歡 有些很高的酒精度 這個如果平常喝就給你一杯 是 全部都要 有沒有甚麼沒有 只有奶龐 因為奶龐是要生嬰兒的牛腩才有 還有 我最喜歡的一樣 你的炒飯 要老闆娘炒的 老闆娘去備料的時候 我們就備這些 記不記得我們順德吃飯 我們吃過粥的 有很漂亮的包裝油 難怪聞起來有點焦香味 來 哇,這些是金牌醬油 對,這個牛肉丸 很難在外面吃到的牛肉丸 這些肯定自己攪拌 一定一看就看到了 老闆一個人自己吃牛肉 哇 老闆還沒做到很沒空 先來牛肉丸 這個有程序的 有程序的 這個最良的 我們不要等它 三分鐘放縱 先由最淡味的開始 雙年 一人一見 因為我綠牛肉不喜歡大滾 是 不斷小滾小滾 我們用 不要蝦眼水 蝦眼水 因為大滾溫度太高 鎖死了表面 其實中間還未熟 特別綠這些 外面是硬的 但是小滾而成 大滾而成 大滾容易被人發現 那你是小滾 是的 牛雙年在香港 如果你說打火鍋、火鍋 基本上是沒有的 我沒想到 真的很爽 牛雙年 即是牛薑 那些是要炆很久的 牛雙年 我也跟了一個老師 偷試去學 廣州有一間 吃牛三星的牛奶狀 牛心牛肝牛腰 叫牛三星湯 的一間小館 其中一個吸引我 就是要早點去 牛雙年湯 專門請問他 怎樣做牛雙年 才會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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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是不是要加很多食品鹹水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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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在冰箱半小時 讓它輕輕硬了才慢慢切 鴨平鴨刀這樣薄切 一刀一刀刮下去 刮到這樣 刮完之後你看看刀紋 還要切花 你看看刀紋 好像魷魚一樣 肉眼可以了 嘗嘗這個肉眼 這個很有力 嘗嘗什麼都不敢嘗嘗 原味先 看吃不吃到陳皮香 吃到 首先爆出來的是芫茜的香味 極滾山豬牛肉 一咬下去就有一層微香 這不像酒樓的鹿鴨鴨 起碼沒有馬蹄 吃下去是實心的 真的實彈 我們嘗嘗一下拆兩板 嘗嘗這個很有力度 肉香很厲害 我們酒樓的山豬牛肉 怎樣都會有爆發的 但它又實正 有彈力 我懷疑它是手刀的 你懷疑是手刀的 脆脹 不是雞子 雞子的雞子 即是不太大眼 即是老闆娘是火雞 身腦筋 真的硬 弄一下 有多遠 差不多一樣的 好爽 你試一下埋單時再說多次 很小氣體這麼朗實 做個牛拍葉吧 牛拍葉 有而已 爽不爽 超爽 不是狼 咪咪不知道是否可以 18歲 對,菜的真是脆 這是甚麼肉 牛頸肉 這些牛肉在燈光底下很漂亮 你的肉身為好亂 有汁水 肉味未必是最濃的 但我覺得這肉很好吃 你看到它有筋,但你又咬得難 這塊又好像我們叫做仕板 英文叫做Top Grey 每一隻動物都有 在琵琶骨 琵琶骨 高湯的骨 就在那裏起出來 薄切的筋 被你錄爽了 就不得了 我真的很喜歡一群男人 喝酒吹水 然後鹵牛肉 不知為何是特別過癮 有時候做不到 吹也好 暫時吃到幾樣 是 這個肉最夾威士忌 是,沒錯 我們下了牛肚 下了這個刺水 我經常都問 你說你由腳痛都還吃這些 是呀 很難得吃到 你真的有痛風嗎 真的有痛風 有痛風 你有藥在身上嗎 有 有嗎 OK 不行,我便撒斷它 他腳只有油 反正撒斷的腳也不用油 你可以打批它 很期待這個 其實我 不只是牛腊 這個叫牛腊坑 坑 要多久呢 這些幾秒 幾秒 就是這樣起坑 好像拿片 龐片 龐片 不出血水就可以了 來來來來來 錄到剛剛透明 非常好 這個牛腊 有奶香 嗯 不蘸東西又好吃 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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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給牛腊釘 它是牛腊坑 是牛腊坑 最近喉嚨那邊 你在後面 你連打卡龍都用不到的位置 沒有很滑 而且舌頭也不好 所以你不用起那層東西 沒有那麼厚 打不到卡龍很浪費 所以便吃了 我們可以試試牛骨水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不乾 其實小時候這些東西 是 很濃郁水味 即是不新鮮的 真的很難搅 吃牛骨水的處理方法 其實跟吃豬腊一樣 一定要把筋膜挑乾 這樣便沒有腥味 筋膜是最多微細血管 沒錯 所以腥味在那裡 我們小時候 剛入行的時候 我們每天都要劈牛骨 我來做牛骨湯 一看到我們用脊骨 如果沒有大腿骨 一看到牛骨水 師傅 師傅說 立刻留下 就讓師傅吃 嗯 這個好吃 這個是不漏的 還有這個 這個牛肚 牛肚 我夾了一塊草 我夾了一塊 金錢 夠軟 剛剛好 現在這個醬 剛剛好 剛剛好 吃下去還能吃到 新鮮牛肚的味道 怎樣也好吃 還有脆感 這裏最脆的就是 滾水也可以 這個骨水 很好吃 高分 九嶺味都沒有 香港吃不到 來不到 香港有些通常都是急凍的 所以它點也有一點酥酥的味道 怪味 漂水味 是 但這個完全一 豆奶味都沒有 是滑 真的滑 滑 滑骨水 驚喜 整餐我最期望是甚麼 動它 動它 多少秒 我們看看 30秒半分鐘 不是吧 這麼趕時間 這個味噌 我也是覺得 答對了 牛肉 沒錯 牛肉最棒 可以爆出酒香 肉香 而且是兩方面都可以幫助 牛肉可以幫助酒 酒令牛肉好像比較香 可以用雙得益將來應用 真的 不是開玩笑 這個是牛生腸 牛生腸 很有趣 我是一輩子這麼大 未見過這種組織 你見到 有些脂肪等等 很有趣 很脆 脆得不一樣 這個 這個 有油香 合一聲 沒有那些 還要回撞 咬下去 沒有抵抗力 一咬下去 十一聲 表皮 有一點點的煙韌 大開眼 牛生腸 很有趣 這個很厲害 好 口感很漂亮 很漂亮 這個 牛黃厚 其實它不是喉嚨 是連接它的心臟最粗的血管 心臟不定 所以叫牛心丁 很有趣 它有脂肪 不是脂肪 而是筋膜 這個心臟是一個士多啤梨的形 在最頂部 在一個孤 然後慢慢窄 在左心房和右心室 有兩條管的錶出來 心臟有哪個溫度最低 心臟有溫度最低 當然有 死得了 當你唱歌的時候 唱心形是冷 你便知道 是你而已 整隻牛最粗的血管 對 它真是心臟 為何它這麼粗 因為它用的力最多 對 心臟飆出來 那條血管是多厲害 這種爽脆有 令它更爽脆 這個我就說 再飽都能吃到兩口 老闆娘炒飯 你兒子最喜歡吃 沒錯 其實我也很喜歡吃 如果這樣可以做兩碗 不是兩口 香到不得了 這個飯 味道很棒 簡單單單 菜心牛肉飯 我們這個 我從小到大吃 吃了很多年 生產牛肉飯 這個用菜心 我們是用生菜 沒錯 我覺得是可以再 再乾一點 好嗎 沒錯 你兒子好多乾 你兒子不得了 很滿足 這餐真的厲害 我們哥哥真的好介紹 我為何要介紹你來 因為我們不是吃牛肉那麼簡單 是 我們吃牛內臟 它竟然沒有一個有異味 對 令你討厭 這個完全是一個解剖科 對 它只會告訴你 每一個部位的口感 對 還有那種認知度 對 大家又重溫一次 鴨牛不同的部位 究竟在哪裡 對 又有東西吃又有東西學 很厲害 這餐真的 這個節目是 《ORENGE》的提供 以上でお送りしました